让光照亮你的心扉 陪伴一起走过情绪低谷 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主题四 从焦虑到从容 第十一篇 救援将至 圣经经文 十篇一百零三篇十五到二十二节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经风一吹 便归无有 他的远处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 做他的仆役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当33位矿工被困在智利的 一个极深的地下矿坑里时 我猜想 他们可能会感到束手无策 觉得自己注定 慢慢走向痛苦的死亡 后来他们得到消息 知道在地面上 有一支救难队 已经侦查到他们的位置 并展开拯救的行动 你可以想象 在那一刻 他们必定是欣喜若狂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有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 自己陷在一个极端恶劣的处境 我们焦虑 孤单 甚至感到绝望 因为我们毫无选择 也觉得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我们的处境 但在这时刻 我们必须记得 对于那些现在撒旦 统治世界中的早期基督徒 上帝安慰他们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天父看到了他们的处境 因为他们信靠上帝 上帝便扶持他们 直到他拯救他们 并带他们安全地回家 事实上 上帝知道你的处境 他完全了解你所面对的困难 这将带给你信心及力量 为上帝的荣耀而活 所以 要刚强壮胆 记得上帝的安慰话语 他的救援将至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信实可靠的主啊 你知我们的挣扎 也知我们的需要 愿你似信心 帮助我们与你同行 阿们 从焦虑到从容的小秘诀 鼓励你阅读属灵伟人传记 例如戴德森 穆勒 爱伟德等 看看他们在逆境中 如何信靠和仰望上帝 你也可以从中学习 他们的榜样 愿上帝帮助我们 坦然面对自己的情绪 藉由与他亲密同行 成为情绪的好管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